85平的毛黑屋透过设计师解决风水与粮柱问题 整合装潢与软装 在有限的运算下完成五种梦想的优雅新古典风美宅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 我们会先说明开阔美感的宫领域 再介绍兼顾风水的私领域 最后告诉你实用设计的秘诀 玄关原本斜角进行空间 利用员购门美化并化解冲水一律 开放式设计串联客厅餐厅 透过玻璃材质视觉直达书房 电视墙两侧以对称手法与多元材质 弱化了两柱存在感 键板堆叠层次 达成美观质感与展示效果 主卧考量风水延续壁面造型 完美隐藏化妆台 墙面点缀金色花朵图腾 细致背板与镜面反射 让空间更显年轻质感 更衣室包包精品柜与衣服收纳分类 满足海量收纳 毛胚屋时期将厨房后方规划为储藏室 储藏室门片与隐藏们相同 创造墙面一体的试感 以石材铺成的明亮浴室 门槛以人造石搭配壁面 并达到防水效果 赵灵市内设计有限公司赵灵 吕雪宇设计师总能换位思考 顺情细节规划周到 完成美感又好住的灵向局所